各位好呀,我是努力填坑的小露露 上一期我们参考一位大神的开源项目 分享了一个可以让初学者容易上手的基础版FM调频收音机 但是硬件的设计以及软件的功能都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所以这一期来小小的填一下坑 主要解决上一期遗留的几个小问题 第一,根据大神开源项目修改的出版设计中 我们使用了ESP32-S3作为MCU 对于目前比较简单的功能来说有点大才小用了 少花一点钱比较能体现DIY的朴素精神 所以在新版的硬件设计中 我们把MCU换成了性价比更适合的ESP32模块 同时整个板子的尺寸也进行了一定的缩减 第二,增加了耳机插口 并且把天线插座预留在了PCB上 终于不用甩着一根飞线连接天线了 第三,预留了电池和其他外接设备的接口 有兴趣的大神们可以通过这些外接接口 增加必要的新模块 比如电池或者是其他用电设备 一起帮新手们做一个更实用的设计 增加电池充电保护板的方法 我们抛毡引力一下 首先可以移除连接5V和VCC的零欧电阻R6 电池保护板的输入是5V印 输出是VCC 第二,可以通过IO13和IO15对电池板进行控制 不过这个就需要麻烦各位大神自己写程序了 再比如如果觉得目前的收音机功能过于单一不够逆天 各位还可以通过EXT接口部分 外接一些神奇的小设备 比如电风扇、温室度传感器、时钟芯片等 让小收音机的功能变得更加丰富 或者干脆把它作为应急的开发板使用也是可以的 第四,完成了固件程序的初步版本 使得小收音机更加好用 上一期的小收音机只能通过写代码写死几个波段作为收听频道 同时还不支持手工切换 想换台还需要改代码 侧面的编码器除了能调整声音大小之外 基本没有别的用处 也是让各位见效了 这一期我们配合三个小按钮 重新定义了编码器的控制逻辑 按不同的按钮还可以实现自动搜台 手动调台 调节音量大小或直接静音等操作 终于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能用的样子了 目前这个收音机只实现了基础功能 包括电台储存等功能还没有实现 在这里再挖一个坑后续慢慢填 下期我们还会继续我们的小收音机之旅 尽量采纳评论区各位观众老爷的建议 尝试做一个新手友好的全部段收音机 并且硬件开源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持续关注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